近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关于美军撤离阿富汗的事后评估报告 反思美国政府2021年自阿富汗撤军的危机处理准备不足 撤离过程充满混乱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评论 我们注意到美方发布的有关报告 令人遗憾的是 那些真正值得美方检讨反思的问题 却没有在报告当中体现 比如违反国际法对主权国家大打出手 打着民主旗号干涉他国内政 大搞选择性反恐导致越反越恐 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 霍乱地区和平与安宁等 如果美方的总结仅仅是为了下一个喀布尔时刻 更加有序洗面的话 那这样的报告无法给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美方真正应该做的 是将冻结的阿富汗央行资产归还给阿富汗人民 解除对阿富汗的单边制裁 从根本上放弃穷兵独武的政策 纠正肆意侵略干涉他国的行径 避免阿富汗的悲剧在此上演 阿富汗央行资亚